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觉得自己的将来能有多差,认定美好的生活会自然到来。 然而多年过去,大多数人发现自己并没有变得特别,而是不断服从社会规则和应对生活烦恼,开始随波逐流。 没有多少压力,也没有多少动力,反正日子过得去,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浑然不知。 这些人迷迷糊糊到了某个年纪,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已经无能为力,而优秀的同龄人已决成而去。 一时间,他们焦虑又如梦初醒,为什么没有早点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为什么没有在最好的年纪及时觉醒。 1932年,刀胜和夫出生在日本路尔岛,毕业于路尔岛大学工业部,在他27岁时,他就创立了金死公司。 52岁时,创办了第二电电诸事会社KDDI,是仅次于日本NTT的第二大通信公司。 这两家企业都进入过世界500强。 人生能创造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他竟然创造了两家。 而且这两家企业从未亏损,每年利润率超过10%。 不仅如此,在他78岁高龄时,受日本政府的委托,他接手一家并名破产倒闭的企业,日本航空,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将日本航空扭亏为盈,实现了V字型复苏,并创造了日韩历史上最高的利润。 这个利润也是当年全世界航空界中的最高利润。 是怎样的理念和思维,让他能够接二连三的成功,甚至是化腐朽为神奇呢? 第一个成功的秘密是改变思维方式,人生将发生180度转变。 怎样做才能使我们的人生更美好幸福呢? 道圣和夫有一条著名的人生方程式,人生工作的结果等于思维方式成热情,成能力。 能力就是智商,才能,热情指的是我们工作的投入程度,这个方程式的关键在于他用惩罚。 比如,某人头脑聪明,能力可以得90分,但他不肯努力,热情只发挥了30分,两者相成最终不过2700分。 相反,另一个人才能平庸,只得60分,但他情能补着,以90分的饱满热情投身到工作,结果成绩为5400分, 比那位有才能但无干净的人高出整整一倍。 然而,在这之上还要乘上思维方式这个要素,而思维方式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有方向性,有好有坏,存在负数。 所以,就算热情和能力分数再高,当思维方式是负值时,三者相成的结果,也就是人生的结果,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数。 例如,那些智能罪犯把满腔的热情用在偷道上,因为思维方式是负的,所以他的人生也不会过得好。 道圣和夫说道,当年他大学毕业,身边很多朋友陆陆续续都找到了工作,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没有着落。 他更是焦虑心急,投递了好几家新衣的公司都被拒之门外,他感到越来越失落,看不到人生希望。 回想起过往的种种升学失败的经历,他觉得自己总是非常倒霉,干脆破罐子破摔,想着还不如加入黑社会算了,起码还能做个有文化的流氓。 于是,他真的走到了一家黑社会组织的门口,来回夺步。 他说,如果他当时真的选了那条路,最多自己也能做一个小有名气的黑帮头目。 然而在那样一个组织里,不管你表现多么强悍,因为思维方式是扭曲的,是负质,就不可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那有没有一条能指引我们生活和工作最通用的一条正确的思维方式呢? 第二个成功的秘密是,把利他之心放在首位。 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要对各种事情做出判断和选择,工作、婚姻、家庭等,我们不断地在做出人生的选择。 也就是说,过去的选择累积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的人生,未来怎么选择将决定我们今后的人生。 因此,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基准,我们人生的结果将完全不同。 没有基准的判断,就像在没有灯光的黑夜里行走,就像在没有指南针的茫茫大海里航行。 人生的准则在哪里,不在自己的利益上,而是看怎么做对他人,对社会有利。 长远来看,在这一条准则的指导下,绝不会带来损失,即使有一时的损失,后面必有回报,而且可以避免犯大错。 日本经济泡沫初期,许多企业争先恐后的参与房地产投机。 他们认为,只要能将土地转卖就能让资产升值,于是很多企业从银行带来巨额资金,继续投机。 当时,周围的朋友也劝道圣和夫投资不动产,也有很多银行的人找到他,见他不开窍,还恳切地教他如何赚钱的奥秘。 但道圣和夫认为,只把土地从左手转到右手就能赚大钱,天下没有那样的好事。 就算来钱,也是不易之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只有额头流汗,靠自己努力赚来的钱才是真正的利润。 所以,即使在巨额暴利的引诱面前,他也选择拒绝一切投机房地产的建议。 正因为始终秉持着对社会是否有利这一原则,他在房地产泡沫破裂时, 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损失。 也许有的观众会问,为什么抱着利他之心才能过上成功的人生,为自己而活就不能成功吗? 我们追溯宇宙的起源发现,一开始,宇宙中只存在少量的基本粒子。 这些粒子通过大爆炸而结合,构成质子、中子、戒子, 由它们再构成原子核,形成各种各样的原子和分子,最终诞生了人类这样的高等动物。 对宇宙的进化了解的越多,我们就越不能不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一股力量,正是它促进了万物的生长发展。 我们可以称这股力量为宇宙的意志。 如果顺着宇宙的意志产生的潮流而动,我们的人生就会带来成功。 如果逆着这股潮流而动,就必然走向失败。 抱着利他之心,让世界万物变得更美好,就是顺应了宇宙的潮流,就能过上幸福的人生。 相反,嫉妒他人,只想自己占便宜,充满利己之心的人,他们的人生会越来越糟糕。 而这也是我们做这个频道的初心,我们希望通过分享高价值的内容,帮助更多的人获得智慧,从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富有和幸福。 如果你喜欢这类财商思维的影片,你可以按赞和订阅我们,你们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们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 第三个成功的秘密是,成为自然型的人,道圣和夫把人分成两类,一种是自然型的人,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不需要别人的督促,自己就能熊熊燃烧,会充满热情的没日没夜的工作,在别人看来他们好像很累,但事实上他们乐在其中,一点都不觉得累,甚至还十分享受整个过程。 另一种是不燃心的人,他们很麻木冷漠,即使给他能量,他也绝不燃烧,甚至有时候还会夺走周围人的热量。 这种人往往有能力,却缺乏对工作的激情,以至于将自己的能力埋没,那要怎样才能成为自然型的人呢?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喜欢自己的工作,只要喜欢热爱,热情自然会涌出,就会进步神速。 实际上,缺乏对工作高度的热爱,就不可能获得卓越的成果,无论哪个领域的成功人士,都喜欢甚至是迷恋自己的工作。 但是,有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怎么也喜欢不起来,那又该怎么办呢? 那就先拼命投入工作再说,即使你刚开始不太情愿,也要在心里反复跟自己说,我正在干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从事这项职业是我的幸运。 这样的话,对工作的看法会自然而然的改变。 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拼命投入就会产生成果,当你看到效果时,又能从中产生快乐和兴趣。 一旦有了兴趣,就会来干净,又会产生好的结果。 在这种良性循环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你就喜欢上自己的工作。 前面说过,道圣和夫在投递简历时,屡屡遭到自己心里的公司拒绝,准备加入黑社会。 他的大学教授看不下去了,就给他牵丝引线,才找到了份工作。 进去之后,他才发现,那是一家随时倒闭的破旧公司。 大家每天都是在讨论什么时候辞职,准备跳槽到哪家公司。 同事们一个接一个的辞职离开,只剩下他一个人。 但他实在走投无路了,只能想,姑且先认真把眼前的工作做好再说。 于是,他把自己的生活用品搬进了实验室里,每天都在用着简陋的器材完成实验。 每当他做出了某些成果,他就非常激动兴奋。 他的上司也会立即表扬他,他感到更加兴奋。 对研究的兴趣也就略发浓厚,投入更多的热情。 就在这种情况下,没过多久,他居然开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 这种材料在一年前由美国G1公司研究所在全世界首次合成。 而他开发的材料,两者在结构上完全相同,但合成方法不同。 也就是,道圣和服的合成方法也是世界独创的。 在没有精密设备的情况下开展实验,最后居然做出了与世界一流的G1公司相匹配的科研成果。 而这个和他不断投入工作,逐渐产生兴趣,让自己成为自然型的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